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前参议员多德所率的非官方访问团 于今天上午离台 专机约11点20分 自台北松山机场离台 据台媒报道 多德率团于14日下午抵台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谢接机 访团于15日 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会面 还与台当局跨党派明代进行座谈 15日晚间 蔡英文设宴接待 15日 蔡英文在和上述人员会面时告起洋状 宣称大陆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愿与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稳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在蔡英文发言时 多德翘着二郎腿 而美方人员发言时 蔡英文却双手置于欺上 频频点头看起来十分恭敬 这一幕也被脸书网民注意到 纷纷讽刺蔡英文 没尊严 主播关系一目了然 台湾省的面子都丢完了 其实 类似场景并非第一次出现 去年7月 蔡英文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 瑞乔丹会面时 后者也是翘着二郎腿 当时有岛内网民表示 对方压根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一个不懂礼貌 一个不受尊重 刚刚好而已 时隔一年 这种情况似乎没什么改变 对于多德一行人此番赴台 岛内绿媒一早便陷入亢奋之中 拼命强调多德是拜登最好的朋友 访台是对台重要信号等等 而蔡英文也趁这次机会 大肆炒作所谓台美关系 还告起洋状 蔡英文称 拜登上任以来 台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坊长奥斯汀 也公开表达 对台湾的支持 坚弱磐石 他还吹嘘 台湾在这波疫情中守住防线 维持蓬勃经济活力 也让台湾成为可信赖的经贸伙伴 期盼尽快重启台美贸易 即投资架构协定TIFA 面对美国朋友 蔡英文告状称 大陆近期频繁派遣军舰军机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 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愿与美国一同守护 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阻止冒进挑衅的行为 多德则声称 拜登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政府和朋友 他有信心拜登政府 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并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 对此有岛内网友讽刺说 美代表团是谈保护费来的 台湾民众不会相信美国政府 还有人直言 拼命挑衅大陆 却只能靠告羊状取暖 有如此搞不清楚状况的领导人 真是无备之大不幸 尽管岛内高调炒作 但也有不少人给蔡英文泼冷水 岛内资深媒体人谢寒斌就指出 虽然这是拜登政府派遣的访台首发团 但同时美国也派特使到大陆 而且身份是官方正式特使 派到台湾的却是非官方人物 孰亲孰众已经很清楚 他认为显然美国在玩两手策略 针对此次多德访台 谢寒斌希望蔡英文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们 台湾人不接手莱猪 但他悲观地认为 蔡英文连提都不敢提 因为他好像面对美日膝盖就软了 完全没办法跟对方争辩要东西 台当局前外事部门负责人陈建仁也认为 虽然多德一行访台是好事 但台当局也不要想太多 国际关系并不会因为这样的访问 而有转变或做成大的决定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派遣政坛密友 前参议员托德率团访台之际 解放军在台湾海峡附近海域展开了两场实弹演习 尤其是从15日开始 在南鹏列岛附近海域举行的演习 正值托德与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举行会谈之际 且距离台湾海峡南端更近 被台美炒作称 军演时机和地点都极为敏感 有分析称 如果台当局在美国的纵容下 继续朝着台独的方向切香肠 那么解放军必将采取行动 切断他们的手 解放军在越东附近海域 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之际 美军侦察机果然也来抵近侦察了 今日16日上午 美国空军一架RC-135W电子侦察机 被爆抵近广东外海 并沿着临海基线外50海里左右的距离 进行抵近侦察 相较于早前的军舰与飞机 绕行台湾举行例行性训练 这显然是中国大陆军方 在抗议和警告行为上的一个升级 马小光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 这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挑衅的严重回应 面对拜登政府拿出的这个所谓善意 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吃这一套 中国大陆不仅已经认识到了 美方派出的这个所谓非官方代表团 是在预盖弥彰 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官方代表团 是美台之间正在进行官方交往活动 而且拜登政府的一中政策 实际上是在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故意搞模糊化 对于美台之间经常会举办的 这个例行性的纪念活动 拜登政府这次可谓是保密到家了 不仅这个代表团乘坐的是 没有任何标识的私人飞机 而且美国国务院是在多德等人 早已登上飞机 甚至是都快要到达台湾的时候 才突然对外宣布这一重磅信息的 很显然是因为收到了几个月前 特朗普政府安排 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克拉夫特访问台湾失败事件的影响 根据台媒报道 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向美方发出了严厉警告 假如克拉夫特要访问台湾 中国大陆的军机将会跟随进入台湾 吓得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克拉夫特的专机 已经起飞之后临时叫停了这次访问 而拜登政府显然是对此心有余悸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前的台海局势已经紧张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其次 三年前拜登政府刚刚才公布了 美台交往互动新准则 以鼓励美国与台湾的对口部门展开交往 按理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落实这个新准则 拜登政府应该派遣 现任官员赴台出席这一活动 以显示自己说话是算数的 然而拜登政府不仅派出的是已经退休的前高官 而且明确对外宣布这是一个非官方代表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派出的这个非官方访台代表团 是跟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 同时到达中国土地上的 只不过一个到达的是台北 另一到达的是上海 假如是精心的安排 那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有可能是通过此举 在向中国大陆释放一个政治信号 其美方与大陆之间是属于官方关系 而跟台湾则是属于非官方关系 或者说 拜登是想通过这一巧妙的安排 向中国大陆释放一个善意 以换取中方出席 由美方主导的全球气候峰会 并积极执行减排协议 这次带团访问台湾的前参议员多德 不仅是拜登的密友 是拜登信得过 并且可以在拜登身边说得上话的人 而且他们这次除了会见蔡英文之外 还将访问台当局负责安全事务的相关部门 多德等人的这次访问 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出席一个公开的活动 而是富有在拜登与蔡英文之间 相互传话与相互沟通的特殊使命 当前 大陆、美国、台湾三方的军舰与飞机 正在这一海空域附近 进行着紧张的军事对峙 尤其是不久前 台湾军方曾经扬言 只要大陆军机和军舰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与领海 他们就将毫不犹豫地开火 因此 不排除这个代表团肩负着 要为当前兵于失控的局面降温的重任 第二个是 从明天开始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要访问美国 跟拜登总统密谋 包括台海局势在内的一系列敏感议题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拜登将会利用这个机会 敦促菅义伟政府在不久前美日2加2会议 表态严正关切台海局势的基础之上 再往前走一步 也就是在美日共同声明中公开表示支持台湾 而日方也将会要求美国 把当前模糊化的协防台湾战略走向清晰化 因此 我认为 不排除以多德为首的这个代表团 要求这件事情跟台湾方面紧急沟通 第三个背景就是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 正在上海访问 据外电报道 克里除了会在上海会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谢正华之外 还将跟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梁洁篪通电话 这也就意味着 克里上海之行的使命 也不仅仅是气候问题 而是肩负着拜登总统改善中美关系 与降低台海紧张情势的使命 也就是说 当多德在拜登与蔡英文之间传话的同时 克里也将负责在中美之间传话 至于传话的具体内容 则要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